我们来谈谈俄乌战 俄乌战当然它有几个黑天鹅在飞 一个当然就是美选 明天川普跟拜登要辩论 那当然在美选前 上次是在瑞士峰会前 感觉上乌克兰要有所表现 只可惜那个表现不佳 那现在至少在美选前 你总要给拜登一些底气 对不对 所以在美选前 感觉上好像第一个 它的援助越来越多 那乌克兰好像慢慢有了底气 它有几场反攻 看起来还不错 有些媒体用俄罗斯三线挨打 来形容 那其中当然就是 克里米亚的部分 引发了俄罗斯极大的愤怒 五个人死亡 包括两名儿童 另外有150人 轻重伤左右 然后还不止这些 让介老师怎么看一下 它的外衣效果 其实在开战之后 大家都在讨论外衣效果 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时讲你觉得离自己很远 现在好像是越来越近了 对 现在越来越近了 因为我觉得俄乌战争 基本上在11月5号之前 不可能有结束的可能 10月4号是美国大选 所以现在俄乌战争是为了打下去 而且乌军要有一点战果 是为了拜登打的 对 是啊 拜登从他开始这场战争 就跟他密切相关到今天 所以绝对不能让俄乌战争 显示出乌克兰的败向 而且最好是在投票前 有几场胜利 让大家知道拜登英明是吗 对 一点没错 所以两场战争现在怎么样 它的命运 未来的发展 都跟拜登的选情有关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是不是因为 美国要选举搞得大家好 这个劳民伤财 对 当时来是非常的讽刺跟悲凉 这场大战多少这个家破人亡 跟这个人命的伤亡 就是为了服务一个人的选举 但是我们也看到6月25号 美俄防长通为通电话 当然是美方所主动 这通电话当然信息含量很少 那说俄罗斯是当场警告美国 持续提供乌克兰武器 自己情势会升级 当然绝对是不止这些 您觉得呢 最主要现在使用的武器方面 俄罗斯有提升 这个叫华翔炸弹 大概一千五百公斤 这个已经炸了好几次了 都在哈尔科夫附近打的 那这个是蛮大的一个警讯 对于美方来讲的话 他怕你这个使用的扩大 那这个杀伤力太强了 他还有这个三千公斤的炸弹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变化 第二个呢 因为美国现在求功心切 他已经放松这个乌克兰 使用美制还有北约国家 武器的攻击的范围了 他已经公然的允许乌克兰军队用美制 还有北约国家武器 打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对虽然拜登后来又说 哎你必须要确定它是军事目标 而且这个军事目标是用来打击 你乌克兰境内的军队的 他有做这个限制 可是问题最近发生 克里米亚被五个五枚 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 这个飞弹相当新的飞弹 打到这个民用的设施 打到这个人民的这个海滩去了 而且这个后来 有人说是急速炸弹 所以他才会一炸了以后呢 在天空上炸弹 然后立刻一百多人受伤 碎片飞得老远 这就是急速弹嘛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些部分都是 都是过去比较没有见到的 那已经不是在把战争说 是在军事目标 或者关键民间基础设施上面 现在打平民对不对 打俄罗斯的境内 然后俄罗斯回击的是什么 回击的是这种滑翔炸弹 一个炸弹一千五百公斤 还得了对不对 而且普丁已经多次说了 我们的战术性核武 你不要以为不会用 而且他还特别讲 经济型演练了嘛 他说我的战术型核武 比你们美国投在广岛长崎 它的爆炸威力大五倍 那一个中型城市 就把你全部给你扫掉 广岛长崎大概当时 20万左右 一个炸弹就没了 那他今天炸你一个 50万城市 那以俄罗斯的战术性核武的话 他也一个炸弹就卖了 俄罗斯是有的 这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奥斯汀 主动打了个电话给俄罗斯防长 最重要的是要谈什么 要安抚一下俄罗斯 对 私底下做些承诺 交换条件 然后呢 干脆明讲说 你们搞清楚啊 不是针对你的 是我老板选情现在不好 对不对 你跟我来演戏一下吧 我们对唱一下双簧 我跟你保证 大概就这个程度了 你不要怎么样 你不要过度反应啊 我跟你讲 谈判的时候 通常都是讲得这么明的 都是要交换条件的 然后保证的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就美国也感觉到了 快要失控了 对吧 他是不希望失控 然后赶快打电话去确认一下 安抚一下 给点好处这样子 对 然后告诉你 它极限在哪里 我这个任何都是有一个说 limit它这个极限在哪里 我不会超过 你也不要太紧张 就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所以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最近它有一点毛 就是说除了这个 克里米亚这一次 这个6月23号发生的嘛 这个是蛮严重的 因为过去也打了好几次 哈尔科夫对面的 别江斯克吧 就是俄罗斯那个州 也被打了好几次 那你还能说是零星的误极 俄罗斯反应很大 也召见了美国大使 召见美国大使 这一件事情用你美国的 陆军弹数飞弹打的 那俄罗斯就不能接受 要你美国给个说法嘛 那最近也是6月23号 俄罗斯最南部的一个共和国 吉拉斯坦共和国 发生了恐怖攻击事件 对不对 打死十几个人吧 还有一个教室嘛 对不对 还有一个东正教的教室 然后还有这个犹太教堂被烧毁 那俄罗斯认定是境外势力 所发动的一个有计划的恐怖攻击 对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他的太空跟踪中心啊 什么国防部一些大楼啊 也被这个海马斯击中 所以才说有所谓的 三线挨打的一个概念 对 现在 三线挨打 那这个是在 这当然也会让这个乌克兰 好像感觉上有点振奋起来嘛 那当然别忘了 这个俄罗斯的反击力道也是大的 特别是在普丁呢 访问完越南 访问完朝鲜之后 尤其是朝鲜 好像这个底气更足了 那跟朝鲜之间有些合作 今天还有新闻说 这个这是南韩的讯息 说朝鲜要派遣工兵 去帮助俄罗斯 那当然美国有讲话 来的话就都是炮灰 你觉得呢 可能吗 因为朝鲜求之不得 朝鲜就想扮演这个角色 他已经这个给了俄罗斯 五百万发155厘米榴弹炮的炮弹 那所以普丁对他的表现很好 对金正恩的表现是极度赞赏 要给他 而且他愿意扮演更深入的角度 从军事的角度上 你可以让你的军人到实地战场上 持取持战的经验 这是难能可贵的 你知道西方国家为什么这么好战 美国为什么一直好战 他们知道军队不打仗就不能打了 军队一定要在战场上 永远维持他的战略 以战养战 以战培养战力 所以你看英国 他们这些法国 北约的军队老早就进去了 他是穿着这个乌克兰军队 为什么 他不是为乌克兰 他为他自己 他去检视那些武器 然后练兵 他的军队是不是能打 他们从来没有脱离战场 二次大战结束是假的 我跟你讲 美国 英国 法国的军队 时常是在战斗的状况上 大战 小战 可以说身经百战 这是他们的哲学 所以今天北韩一样 他能够派人派工兵去 哇 一定派 对 如果说朝鲜派兵的话 你觉得对这个态势 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不会有影响 美国会更怕朝鲜 这是军事思维 就是说以后不要惹朝鲜 反正也惹不起 那朝鲜就更恨了 这就是看你敢不敢 朝鲜就是敢了 要玩到这样 而且朝鲜跟俄罗斯 现在军事同盟 你敢打朝鲜嘛 对 俄罗斯很简单 把他的导弹技术 传几个机密给北韩 北韩以后射的导弹 非常精准 那是美国倒霉啊 对不对 他可以打一万多公里 针对美国啊 所以俄罗斯的那个 普丁的亲密战友 梅德维杰夫不是说了吗 你美国可以支出我 俄罗斯的敌人 给他们武器 给东给西 我俄罗斯照样可以这样做 甚至中东啊 里面在哪 中东啊 古巴 古巴 古巴它那个核子 核子战斗潜艇 已经到了古巴 那个下面有奥赛东 奥赛东是什么 是最装核弹头的水雷 而且是超高速的 在水底下过的 你想想看他从 到了你巴西 不是古巴 那边再往上打 佛罗里达 Corpus Christi 都是美国的重镇 美国石油重镇 都在波罗 都在那个 都在加勒比海 那个对美国来讲 美国二次大战以后 这种铁穹 跟他的什么 地下防御网 不就破功了吗 对美国这个时候 美国事实上的话 第一次被本土被攻击 可以说就是911 你看美国花了20年 去把他那个911的根源 给他挖掉 美国对本土受攻击 他是如此的 他建立了整个的 全球这个军事建构的 就是防御他美国啊 三道防线太平洋上面 对不对 那俄罗斯现在就是 我就直接专攻 直接攻击美国本土 所以杰老师觉得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近到第三年 各项都还在美国的 进程掌控当中吗 他有没有可能 外溢的效果是美国没有想到 为什么呢 因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器 其实最近接受访问 记者就问他 第三次世界大战 有爆发的可能吗 他竟然给了一个时间 他说大概会在三四个月之内 那塞尔维亚还进行了囤粮 还不止如此 挪威最近也进行了囤粮 粮食 石油 各个战备物资等等 所以大家现在认真地看待 真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突然之间可能就开始 我认为不会那么快 因为现在只是 让乌克兰放松它打击的范围 可以明着讲了 你可以打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了 可是它还是有一点限制 那真正北约的军队 波兰不是讲了好几次吗 这些我们要军队直接到乌克兰 直接进入乌乌战场 到现在这步他都不敢走 它是有很多作战人员 俄罗斯也知道 可是你都穿着 乌克兰军队的制军服 那就让你就 就是你不要明白的参战 但会不会就是我还是按着来 但是力道越来越大 现在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俄军战上风 所以美国才会让乌克兰做这种打法 然后也帮他做了一些恐怖攻击 然后呢在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乌克兰还是怎么战志高昂 石油斩获 这场战争是各有所获 其实我看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 我觉得现在俄罗斯 已经开辟第二战场了 第二战场在哪里呢 就是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他北边的这个 沃夫·昌斯克 现在俄罗斯已经控制了 控制了呢 然后呢有人说他要用一种打法 是什么打法呢 就是打巴赫木特的打法 口袋战术 然后在这边消灭 乌克兰的有生战力 而且他这个新战线一开 牵制住很多精锐的 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然后呢俄罗斯想用最小的 这个战力跟损失 来牵制住俄罗斯 乌克兰的大军 然后呢用集体歼灭的方式 那我认为这最近用的 所谓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滑翔炸弹 一个炸弹下去是 1500公斤 还有3000公斤的 他在抓机会 把乌克兰的这种精锐部队的主力 然后干什么 然后把他一次把他歼灭 就是消灭的有生战力 所以这个是巴赫木特这个部分 不是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哈尔科夫这个部分 另外在南边的 顿巴斯的这块的这个战场 俄罗斯不是巴赫木特在打下来吗 他继续在蚕食侵吞 往西边推 然后呢这些部分呢 事实上也吸引住了 整个整个这个乌军的主力 因为俄军是在往前推 那我最近听到说 他们现在是在往那个 红军层方面打 而且要断掉它中间 有一个最重要的 这个后勤补给线 是0140公路吧 我记得是 这条公路线他把它拿下来 已经最前线相距不到七公里了 所以这些部分的话 看起来是俄军是在往前推啊 所以你才会有去打这个克里米亚 然后才会有你这一些 去恐怖攻击的事件出来 才会有美国又给三亿 又给五亿 然后呢最近G7 欧摩也给啊 G7不是说要拿这个俄罗斯 在欧洲的资产的资息 来贷款给乌克兰多少钱 14亿欧 14亿欧啊 这都是从这些迹象来看 就是要稳住乌克兰 要他不要打不下去了 我认为整个局面是这样 当然有美军的不断的这种 欧盟的不断的这种 这种金钱武器 各方面来讲的话 那乌克兰还会撑在那里 对 好那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问一下杰老师 最后的一个变数 当然就是美国选举嘛 在每选前毫无悬念的 这个战争会一直在进行 就是一个这个 有时候小胜小败的一个状态 但是乌克兰无论如何 不可能这个投降 那但是这个美选呢 今天这个路透有个消息 说川普可能会要 乌克兰跟俄罗斯和谈 要不然我就断你的军援等等 那如果是川普选上的话 这场战争会很快结束吗 我觉得会很快结束 会吗 因为川普跟普丁是有交情的 然后他很讨厌 那个哲伦斯基 哲伦斯基当年去白宫见川普的时候 川普跟他讲说 不要讲太多 你太腐败了 你们这个政府太贪污的 这个贪污的太严重了 你好好把你的贪污搞好 哲伦最近批评他也很直接 对啊 所以川普事实上他有 他有自己的成绩 他也不是完全这个状况外的 我想他已经讲过多次了 就是说他上台这个战争 可以一瞬间结束 所以所有的错误跟失败 都是拜登闯的 跟他没有关系 那事实上的话 美国老百姓在乎 也不是这一个战争 这个战争只要不要替 拜登减分就好了 那也不是选举的核心 选举的核心还是经济 如果中产阶级一直觉得说 我现在这个购买力越来越少 我薪水没增加 然后银行贷款又多 然后我投资的股票也没赚到钱 那就他那还是要换人了 对啊那还是经济问题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配件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